各位朋友大家好 过去我做过100多集视频 全部都是围绕着同样一个主题来展开的 这就是街头革命也叫颜色革命这个主题 在我这些不同的视频下面 不同的网友在不同的时段 反复的提出同一个问题 这就是 当街头革命展开之后 当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之后 如果中共统治集团 他们想重新演六四的这个惨剧 他们想动用军队 调动机枪坦克对老百姓进行大屠杀 我们怎么办 我知道这个问题 成为很多朋友同道的一个心病 大家都有六四大屠杀的阴影 如果这个心病不解除 那么就会影响大家 现在为未来的街头革命做准备的这种意志 也就会影响大家 将来大家动员 组织和领导街头革命的这种决心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详细的 来系统的 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中共的 或者说所有的专制政权的 他们的这个暴力机器的结构 暴力机器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叫做常规的暴力机器 一部分叫做终极的暴力机器 常规的暴力机器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警察监狱和法庭 那么这一部分呢 当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之后 他们很快就会瘫痪 我告诉大家 现在呢 中共的他们的警察力量啊 在全国 是在180多万 不到190万 而中国呢 有县级的这种行政单位呀 大概有3000个不到3000个 是2700个 那么大家一除 180万除以2700 那么这个时候啊 大家就知道在每一个区限级单位 只有 600个左右的警力 而在这些区限级单位有多少老百姓呢 14亿除以2700 50万人左右 所以是50万对600 只要在50万人里面有 百分之一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那就是5000人呢 5000人对600人 那这个人数上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警察呢 他们只有轻武器 而且呢即使他们有武器 他们也不敢随意的乱用 来进行大屠杀 因为他们后面呢 还有军队呢 军队没有开枪大屠杀的时候 警察是绝对不敢 开枪大屠杀的 因为他们怕后来军队来 对他们进行 镇压呀 因为他怕军队跟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啊 最后把他们呢 当做替罪羊了 所以这些人 他是绝对不敢大规模镇压的 中共设立的这个常规的暴力体系 他就是要让他们维持 日常的统治秩序 日常的统治秩序 就是说当你有 这个老百姓进行反抗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应 来进行镇压 你用两三个人或者是两三百人进行反抗 两三千人进行反抗 他们就会调动相应的警力 来 抓捕这些反抗者 来把他们的送进法庭 进行审判 最后啊 就把他们送到监狱 把他们关起来 让他们不能够再对统治秩序 形成威胁 这就是他常规的暴力体系 但是 这一套常规暴力体系 他是经不起大规模上街的冲击 经不起全国老百姓上街的 这种街头运动的冲击的 他是很快就会瘫痪掉 那么 他的终极的暴力体系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军队 中国的军队有200万人左右 他们呢 是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 可能打美国打不过 但是呢 要打中国14亿老百姓 那是轻轻松松 因为他们有 这个现代化武器 有现代化的系统的训练 他们就是杀人机器 那这部杀人机器如果是他动用起来了 要想屠杀全国的老百姓 那是可以的 那是绝对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是不是 中共就真的 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想杀就能杀呢 绝对不是的 因为这个暴力机器啊 他还有一个部分 他是由人组成的 是由人组成的 他就有人的感情 有人的意志 有人的决策系统 那么这个决策系统呢 就决定了 中共在动用军队 这个终极的暴力武器 来屠杀人民之前 他必须得满足一个条件 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他必须得统一军队的意志 军队的意志不统一 他们是不可能 进行大镇压的 否则的话 他们自己 就会反受其害 军 动用军队进行大屠杀 这是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关系到他们的 这个统治者集团里面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族 他们的这个前途 关系到他们的性命 所以说他们绝对不会啊 当做儿戏 如果是军队的意志不统一 当这个统治者集团 他下令军队进行开枪镇压之后 一部分军队 一部分军阵压了 另外一部分军队呢 拒绝 震压 甚至是倒戈 去支持人民 去支持新兴的政治势力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一定会发生内战 而当在民意一边倒的 在反对这个政府的时候 当国际社会 一边倒的 在反对这个政府的时候 军队 他们从自己的利益角度来考虑 他们也会 加入这个反抗的行列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只要有一部分军队啊 不执行 拒绝执行 这个政府的命令 统治集团的命令 开始倒戈走向 站到人民的一边 那么就会引起血崩式的军队的化变 那么这个时候啊 统治者就变成了 手上沾满鲜血的 屠夫 孤家寡人 这个时候就会被消灭 所以统治者呢 世界上啊 这有两种独裁者 一种呢 是脑残型的 一种啊 是狐狸型的 脑残型的独统治者啊 这个典型代表 就是 齐奥塞斯库 他呢 一直在给别人洗脑 他的演讲 能力啊 是相当强的 他的这个 蛊惑能力是相当强的 所以就靠这样一个能力啊 他就维持着他统治 几十年 但是呢 他洗脑洗到最后啊 结果把自己的 脑子里面呢 洗得空空荡荡 最后啊 当老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时候 他认为只是一小撮人 那他认为军队啊 会有永远 支持 支持他 忠诚于他 结果呢 老百姓起来反抗他就下令军队去屠杀 军队告诉他们说这个不行 老百姓太多了 我们屠杀不了 那么他就把军队的这个 首脑 那国防部长 当场啊 就就地正法了 结果其他的将领一看 说你这个太混账了 马上就起兵造反 三天之后就把齐奥塞斯给抓住了 那进行了短暂的审判之后 也把他给就地正法了 两口子被打 身上打了几十个枪眼 打成蜂窝 这就是啊 独裁者 老残型的独裁者 他的下场 那么 绝大多数的这些独裁者 他们是呢 狡诈型的是狐狸型的 他们精于算计 他们知道军队啊 这个是死身之地 存亡之道 不能够随意的动用的 所以说呢 当他们决定要动用军队之前 他们一定要考虑到 要把军队的意志给统一了 比如像 这个89年的时候 邓小平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狐狸型的 这种统治者 当学生 最初开始上街的时候 他就已经动了杀鸡了 邓小平就是一路杀人 杀过来的 杀人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 那么当学生一开始上街的时候 已经形成了 一个气势之后 他就已经动了杀鸡 就要调动军队 就已经开始 来 这个调动军队了 但是呢 他不会马上就下令屠杀 他把全国这些各个地方的这些军头啊 全部都召集起来 一个一个的 要问他们 一个一个的 来逼他们 表示 支持他自己的这个决定 那么他也知道 全国的那个时候的 这些中下层的官兵呢 他们和学生 和知识分子 这些反抗这个政权的这些人呢 是有一定的 距离的 他们没有这种利益上的联系 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这个学生呢 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纲领 都没有涉及到民生的方面 没有让老百姓有认同感 同时呢 他们也是天资交子 跟那些 农村来的娃娃兵呢 他们之间呢 也没有感情上的这种纽带 和联系 所以他知道 只要把上层的这些军队的将领 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让他支持 让他们来支持他的这个镇压的举动 那么整个军队呀 就会站在他的一边 最后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实现了这个目标 最后他就 真的就下令了进行大屠杀 但是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能做到这一步 有一些统治者 他想做就做不到 比如说 在98年印度尼西亚的这个老百姓革命当中 苏哈托也是想下令军队屠杀的 而且他在军队里面呢 他的这个声望也很高 军队里面的将领呢 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啊 实在是太强了 那他们动员的实在是太彻底了 反对派呀 也很快的集结起来了 这个时候军队一看 说我为什么要支持你这么一个死老头子呢 跟着你有什么前途好混呢 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反对你 全世界的都在反对你进行镇压 这个时候啊 你们在国内又得不到支持 在国际上又得不到支持 那么新的政治势力 我们如果去投靠他们 我们就是啊 这个新的这个民主政权的这个有功之成 那我们就会啊 将来在新的这个国家里面 新的政权里面呢 得到更多的这种荣誉 得到更多的利益 为什么要支持你这个老头子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集体决定不支持苏哈托 反而逼苏哈托下台 苏哈托一看最后没办法 也只能下台了 这就是啊 这个颜色革命的一个原理 就是用民变来促成兵变 那用民意来动摇军心 当然了 新的政治势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的政治势力起来了 一方面可以撤反军队高层的降临 一方面可以争取国内 这个国际的支持 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用强大的民意 第二个方面是用新的政治势力 两边一起发力 那么这个旧政权呢 很容易就被吹垮了 统治集团的这个暴力 这个终极的暴力 很容易啊 就把他们化解了 让他们无用武之地 甚至让他们站到了老百姓的一边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 中国的军队跟其他 国家的军队不一样 是被深度洗脑的 社会无条件的服从 统治者的这个屠杀人民的命令的 提出这种观点的人 是对中国军队不了解 对其他的 专制国家的军队也不了解 所有的专制统治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他们就是把军队 对军队的洗脑 当作是第一要务 他们都想啊 让军队无条件的服从他们 但是很少能够成功的 只有两个国家 成功过 第一个呢 就是毛泽东时代的 这个中国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朝鲜 对军队洗脑的 有一个 百分之百进行洗脑的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要你对全国老百姓 进行了 百分之百的洗脑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军队才可能 被洗脑 因为军队 他一定会跟老百姓 接触 你不可能把军队啊 永远的 关在一个军营里面 把他们隔离起来 对他们进行洗脑 军队一定会和社会 进行接触 他们会回家探心 他们会出来办事情 当他们走出军营之后 就会接触到啊 这些民意 当他们回到家乡 当他们走到社会 他们听见了 他们这个父老乡亲 听见社会上的那些人 讲这个对于政府的 评判 对于社会的不满的时候 那么无论你怎么样 对他洗脑 他的这个大脑后面 就开了一个后门 民意就可以进去 民意一旦进去了 就把你所有的洗脑啊 格式化了 尤其是当大规模的民意 表达出来 全国老百姓上街的时候 那个烦洗脑的功能 那是特别的强 你洗脑十年 敌不过 这个烦洗脑一天 军队只要和老百姓接触 一看见街头啊 几百万的人群 都在反对这个政权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们的父老乡亲 我们的父兄 姐妹 都在这个人群里面 我们跟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跟他们的感情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 他们就自然的会 做出一个反应 就是不支持政权 站到人民的一边 这是第1个问题 那么第2个问题呢 有时很多朋友说 不要低估 中共的 这个残暴和愚蠢的程度 不要低估 这个习包子 残暴和愚蠢的程度 大家叫他包子 就是说蠢嘛 实际上呢 我告诉大家 这是完全误判了 残暴 确实他们都是 这个残暴的 他们继承了他们父辈啊 这个残暴嗜血的这种政治基因 屠杀人民对他们来讲 是没有心理障碍的 但是 不要低估他们的 智商 他们的可能文化水准低 但是呢 智力 绝对不低 他们呢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 是非常的 蛮横 但是呢 内心里面呢 他们有很多的不确定 很多的算计 所以他们是步步都要算计的 包子绝对不愚蠢 他是很精明的一个人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 在众多的红二代当中啊 脱颖而出 取得了这个 最高的这个宝座 他过去啊 是 实行 这个 使用了很多的手段 动了很多的心思 才走到现在这一步 所以说 不要低估 包子这个人呢 他是精于算计的 他是给自己 留好了后路的 他跟其他的那些统治者一样 跟其他的红二代一样啊 他是给自己 营造了 狡兔伤枯的 他对自己的前途 也是没有信心的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够解释 他为什么 把他的家族所有的成员 都送到了海外 把家族的 主要的财产 都放在了海外 甚至他自己的女儿 都是在海外 已经取得了身份的 这就是 他已经给自己 留好了后路 他没有想到 一定要在中国 富裕王抗 一定要在中国 跟老百姓 拼到底 这就是表示 一旦大规模的民众上街 一旦政治形势 对他们 不利的时候 他为了自己的 性命 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 一定会放弃 一定会逃跑 那么怎么样判断 全国的军队 是不是已经 向这个独裁者 统治者 宣布效忠了 很简单 听起言 观其行 第一个呢 听起言 就是要看看 这个统治集团的 他的宣传 喉舌 他们 发出来的这些信息 是不是表明 军队 高层的将领 已经全部站到了 统治者一边 大家放心 统治者一定会 通过他们的宣传机器 告诉大家 这个现在有多少人 已经站到了 统治者的一边 你像在前一段时间 委内瑞拉 马杜罗政权 他就不断的 通过他的宣传机器 告诉我 说有多少将领 现在表示支持我了 委内瑞拉大概的 这个将军 这一级别的高层 大概有个十几个 二十个 但是每一次他推出来的 支持他的 大概就是七八个 这就说明 军队还没有完全 站在马杜罗这一边 还有很多人在观望 那么这个时候 他是不敢 真正的实行 全国性的大屠杀的 那么第2个 叫关其行 就是看看他能不能把 所有的这些军队的 这些部门 这些不同的 这些战区 军区 把他们 调集到一块 像在89年的时候 邓小平 要想镇压 在北京进行大屠杀 他要把全国各大军区的 都抽掉一部分人 到北京去集中 让你们 每一个 这个高层将领 你们手上都沾血 大家都脱不了干系 大家都上一起上这一船 交投名状 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就说明 高层将领即使是口头上表示支持 那也就是 这个自保的一种手段 并不是想跟你一起来作恶 像98年的时候 苏哈多刚开始 他也是 这个 迫使 高层的将领 站到他一边 警告老百姓说 不要这个来破坏社会秩序 我们军队是要维护治安的 要维护全国的政治稳定的 但是 当老百姓真正的起来 那个时候 军队 他并没有能够调集到这个整个的从全国各个地方的调集到首都来进行镇压 那所以说 当老百姓起来之后 军队高层将领就说 我们以前说的话不算数 现在呢 我们不能够镇压老百姓 我们要去劝说 这个 苏哈多退位 所以苏哈多最后啊 就感觉到军队就全部背叛他了 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就知道 军队是不是真正的支持这个统治者 那最坏的情况 万一军队完全忠诚于这个独裁者 那怎么办呢 也不要紧 历史上有两个先例 可以供我们借鉴 可以供我们学习 第一个呢 就是波兰的先例 波兰呢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苏联占领 苏联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傀儡政权 波兰人民呢 也进行过几次反抗 每一次都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损失惨重 第三次 最后一次啊 这个是80年 老百姓又起来起义了 反抗了 那么这一次呢 他们 跟以前呢 反抗的形势 不一样 他们知道 波兰的军队啊 是完全听命于 苏联的指挥的 他们是跟 波兰的老百姓呢 完全是不一样的 苏联的机枪坦克就在 这个波兰的军队后面 都战要他们杀人 他们就得杀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反抗阵营的就决定不跟军队 产生正面的冲突 不跟军队接触 我们不走上街头 不去占领广场 不给你镇压的机会 那么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各自留在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工厂 我们来进行了宣传站 我们来进行组织活动 所以说他们 这个 一旦开始罢工之后 很快呀 他们就在各个工厂 形成了罢工委员会 很快罢工委员会呀 就联系 连结成了一个 统一的组织 叫做团结工会 那么很快 团结工会 就 迅速的扩展组织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把全国人口的 四分之一 把劳动人口的一半 纳入进了 这个 这个团结工会这个组织系统 在波兰一共有四千万人 团结工会成员呢 就有将近一千万 而当时的统一工人党 就是这个波兰执政党 有多少呢 是三百万 所以 他们这个政治体系 比统治这个波兰的执政党 还要多 三倍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实际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那苏联人和这个波共的 和波兰的这个傀儡政权 他们最后啊也开始大抓捕 团结工会 想把他们连根拔除 但是啊 他们拔不掉了 他们抓了几千上万的 团结工会的干部 但是很快有新的人 补充上了 我有一千万人 你抓一万人 起什么作用呢 另外还有九百万 还有这个 九百九十九万人呢 他们觉得跟着这个 这个政治体系干呢 是有前途的 是有希望的 而且呢 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所以很快就有新的干部替补上了 那么团结工会 即使是转入地下 但是呢 他们也是全国最大的 政治组织 是政治阵营 立于不败之地了 那么就等着 苏联 和这个波 波兰 他们的政局出现变化 等着对手出现破绽 到了八九年的时候 苏联不是出了个 布尔巴乔夫 开始搞这个 公开化 要搞透明度 实行改革 那么这个时候 团结工会看到机会来了 号召全国大罢工 那么用这种办法 逼迫 波兰的这个 统一共产党 来跟他们谈判 通过这个谈判 推翻了 这个专制制度 举行了全国大选 团结工会 最后夺得了政权 在波兰 建立了民主制度的 这个初期的架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智利 智利呀 在七八十年代 是由这个 军阀统治的 当时的那个军阀 叫做 头目叫做 皮诺切特 那是历史上 稍有的 残暴的 统治者暴君 他对付反对派 的是什么办法呢 绝对不亚于 残忍的程度 绝对不亚于中共 那他抓到这些反对派之后 他不需要进行审判 就直接就地政法 其中有一些人呢 他甚至是 用更加恐怖的办法 他把这些人呢 用飞机 运到太平洋 上空 然后把这些人呢 直接扔到太平洋里面去 让他们呢 连尸骨都找不到 所以在 他统治那一段时间 在智利呀 有好几千人 就失踪了 就用这种办法 他把这些 反抗阵营的 这些骨干呢 给消灭掉了 但是呢 因为反抗阵营 太大了 这个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消灭 因为民意呀 都是这个站在反抗者的一边的 大家不满情绪太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反抗阵营的这些 领导人 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在老百姓 对这个政权那非常恐惧 不敢上街的时候 当这个军队完全站在 皮洛切特的这一边 随时都准备屠杀人民的时候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照样能够把这个反抗运动 能够维持下去 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 等到将来的 有机会的时候 再进行反扑 用什么办法呢 敲锅造势法 那这就是 他们呢 就是告诉老百姓 你们不需要走上街头 不需要 等着军队来镇压 不需要跟军队发生正面的冲突 我们只要约定一个时间 到了晚上 一般是在晚上 大家一起 站在自己的门口 甚至站在自己的房间内 来敲锅 把这个锅腕瓢盆 都拿出来敲 声音非常的大 当整个城市 都响策了这种 敲锅的声音的时候 那么 老百姓就知道 哦原来 我们不是孤立的 同志者 无论他们多残暴 我们老百姓呢 都是 现在大家的意志都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愿意反抗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的信心就会增强 士气就会提高 那么 再进行组织化的工作 就把老百姓呢 连成一片 这个阵营 就会啊 屹立不倒 那么 最后啊 我们就要用这种民意 不断的冲击 他们的军心 让军队的人呢 不断的 让他们的意志动摇 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强的时候 他们就会越来越弱 所以说到了后来九十年代初期 皮洛切特啊 就感觉到军心呢 现在已经在开始动摇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跟反对派来谈判 最后啊 不得不同意来举行全国大选 最后就真的就把他给 选掉了 那么后来呢 这个智力就成了 这个 这种这个敲锅造势法 就传遍了这个北美 南美洲 那就传遍了这个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的世界 成为大家一个共同的抗争的办法 这就是啊 对付 这种 极其残暴的武装到牙齿的政权 对付那些啊 能够完全掌控军队的 那些独裁者 我们所用的办法 就是我们不能够马上成功 但是我们也不会失败 我们呢 会在这种条件下 把反对派 这个 阵地 阵营建立起来 那么最后的 成功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从波兰和智力的这个历史看见 组织化是非常重要的 要实行 像波兰和智力那样啊 进退有序 参与者 这个运动参与者 一定要啊 非常高度的组织化 因为只有组织化 大家形成了一个整齐的队伍之后 大家才能够共进退 才能够啊 领导成的这个决策 这个判断 他最后才能够变成集体的行动 如果是一盘散沙 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决策 根据自己的情绪来进行了运动的话 那么最后就一定会出现悲剧 最后当军队来镇压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呢 去和军队应拼 在情绪的鼓舞之下 在情绪的驱使之下和军队应拼 那么最后整个运动 在遭受到军队的屠杀之后 也就会啊 消沉下去 就会啊 这个烟消云散 这就是我们89年的一个 学的历史教训 在89年的时候 我们的组织化的工作 没有进行的彻底 没有进行的很好 所以说当军队进城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本来 北京的市民是应当退的 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组织化做得很好 如果啊 整个运动的领导成能够调动 北京的市民调动北京的学生 能够啊 退回到各自的校园 让军队你们去占领天安门广场好了 占领长安街好了 我们退回到 各自的校园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继续存在 我们就可以继续发展 我们甚至是可以 再发展 把运动啊 再扩散到其他的社会阶层 我们可以调动工人 调动农民 一起来 那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坚持 再坚持半年 等到苏东 坡那个集团呢 开始出现松动的时候 等到整个世界局势 都向着有利于民主化的这个方向 发展的时候 中国 就会迎来 第二次的机会 那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运动就有可能赢 中国可能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经验 下一次就有经验了 万一 万一 这个统治者 他还非常强大 他还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常强 我们也不要怕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动员和组织的工作做好 只要啊 大家能够掌握这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不跟中共应拼 不跟他在街头啊 进行武装的冲突 那么 我们只要打政治战 打宣传战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当民意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啊 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他们的末日就是迟早的事情 他们军队的化辩就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一步一步的用宣传战政治上的方法 来削弱他们的军心 来动摇他们的军心 只要有一部分人动摇了 他们整个体系就不能够站立 就不能够继续下去 就是他们的末日 就是我们的成功之时 大家一定要记住 军队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展开这场革命 主要就是要和中共争夺对军队的这种控制权 做军队的支持 只要军队站到人民的一边 我们就赢了 那么即使是军队暂时不站到人民一边 听命于中共 即使是中共还有能力控制一小部分军队呀 对人民进行 某种程度的屠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 把军队当成我们的敌人 而是要把这个罪行算到中共的头上 然后呢用这种罪行来展开政治战 来教育其他的军队 没有参与屠杀的军队 必须得站到人民一边来 因为人民是代表正义的 因为人民是代表了历史的潮流 因为民主是未来的方向 这个时候啊 我们不能够把军队推向人民的对立面 军队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把民意充分调动起来了 只要我们把民众充分的组织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避时就须 我们就可以避免和军队产生正面的冲突 我们就可以抓紧任何时机 来争夺军心 来争取军队的支持 那么最后 只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最后 一定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就像波兰 就像智利 就像很多的国家 发生民主转型的那些国家一样 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之路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